问题这个这个形势不在没准处呢 是它的一个八筒低一点 第二个呢就是说 因为这个形势本身存疑 所以皮质不存毛间咽不 所以他们的表现是正确的 那您怎么看待今天这个 开庭呢 我希望他能够就是在一个正常的 司法轨强上进行就可以了 刚才现在说那个 还是有那个 还是觉得他这个 低一点 那他是不是有这样的 具体的这个情况可能 情况会公布 今天辩护主要的理由会是什么理由 具体的这个那个 停止完了以后律师会跟大家见证 有谈过赔偿的问题吧 皮质不存毛间咽不 我觉得这个形势 这个这个这个犯罪行为 本身存疑 你对这行政有期望之后 我没有什么期望 就是我们就希望公正司法 对那个刚才一个被告律师说 那个杨伯特是会有期望 谁说的 谁说的 我不做评价 我认为只要在这个正常的司法轨道上进行的话 我认为这个官司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 你知道李天一他现在的状况吗 不大清楚 情绪 应该是比较平静 孟哥现在的情绪呢 嗯 昨天说那个新证据是什么东西 新证据在今后会相达 就是什么时候对传媒一起调查 就是开门庭以后 开门庭以后有可能我们会召开一个新报告 李上江这个你和他有这些事吗 他们监护人只需要一个出庭 今天会当局宣判吗 不可能 明天呢 也不说 昨天有消息说你 不打清楚 原告坚持不出庭对你有利还是无敛 没有 暂时没有 你说原告不出庭有什么犯法 原告不出庭对你有利还是无敛 我认为这样的 就是说原告呢 就是那个原告出庭的话呢 第一是对于他本人来讲的话 有利于指控犯罪事实 和自我诚意的那个捍卫和维固 那么对于这个本案 那个事实什么样的讲的话呢 有利于常面事实 我认为原告出庭的话 对本案还是挺有价值的 那么至于他出不出庭 这个有法院的裁定 对您这边呢 我认为如果是按照一个正常司法轨道 调查的话 他出庭不出庭 其实没有太大的这个障碍 好吧 好 谢谢 谢谢 中文 谢谢 周梁 wat ch